代沟一直是代际交流中无法回避的问题 随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离家打拼 空巢老人 独居青年不断增多 两代人间的沟通变得越来越少 代沟则成为更加难以逾越的一条红沟 而近期湖南卫视播出的首档亲情观察成长励志节目 我家那小子却让妈妈们和观察员李伟佳大张伟 欣然集体围观独居儿子们的生活状态 在观察和交流中 似乎正在尝试缩小代际沟通的矛盾 第一次看到儿子们高情无马的生活状态 妈妈们难免有些难以理解或不尽认同之处 而这种两代人产生的观点碰撞 也使得节目愤懒有趣 同时观察员李伟佳在节目中 也总是能化身知心哥哥 卵心地化解矛盾 成为了妈妈团和小子们的调和器 节目中 陈学东为拍戏而学习开飞机 大一却表示难以接受 直呼心脏受不了 面对妈妈团的不解和担忧 观察员李伟佳 一边向妈妈们科普飞机的安全性和普遍性 现在我表弟就在学这个 另一边也能够站在陈学东的角度给出解释 这个行业要去尝试一些角色 比如要拍航空的戏 就要和飞行员学习 为了角色 愿意多去尝试 为什么不去鼓励呢 一时间 让陈学东再大疑心中的形象 从孩子变成了能够独当一面的演员 上周六八月四日播出的第五期节目中 武艺和好友陈祥外出旅行 竟然把床单被套全部随身携带 也是让妈妈难以理解 而李伟佳则把这种行为解释为恋家 他说 这只是在寻找一种熟悉的生活方式 是对家的一种喜爱 此言一出 立刻让武艺妈妈十分欣慰 继而李伟佳表示 这也是一种安全感的缺失 似乎也是提升了武艺父母感情不合 对儿子生活习惯带来的影响 很多时候 两代人的生活态度 并没有那么多的不可理解 只是出发点的不同 造成了观点的差异